喂 妈 容若 你蒋爸要见见少卿 说了我这两天忙回不去 少废话 你不来 我和你蒋爸就去 行 我过来一天就回去 别慌我啊 把少卿给带回来 好 好 我会把他带回去了 挂了 你回来了 我们前两年不是说好去郊游吗 我想都要去哪儿了 看见少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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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丛容 这怎么会不会是 嗯 猜对了 是我家 给你看 我们的全家福 哥 这个是我大学的时候 我最喜欢这张照片了 你看我们三个人的表情 都一样 这个是我爸妈的旅行照 我妈喜欢玩 我蒋爸就陪着他 看来你们关系很好 是啊 蒋爸对我跟亲生的 没什么两样 错了就教育 对了就表扬 当然是没什么节点 没想到 你想了什么 那么表寒的性格 也能这么快 接受新爸爸 当然不是 我一开始可排斥他了 你猜我对他做了什么 我含了一口西瓜籽去吐他 蒋爸不甘示弱 化身弯弱射手 进行对吐攻击 结果我发现 他总比我多吐一颗 后来家里的花盆 居然长出了西瓜疼 那你妈没答应 打了 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们居然不互整了 开始互相关心了 那你开心吗 嗯 开心 蒋爸对我妈妈很好 我妈过得很幸福 我都说了是随便吃个饭而已 早知道你要买这么东西啊 我就到家门口再告诉你了 第一次正式拜访 当然要准备得多一些 万一岳父大人觉得我这个人舒服了 以后不放心把你交给我走 谁是你岳父 见了面可不许乱叫啊 原来你家住学校里啊 蒋爸是哲学系教授 当然是住家属楼了 那都走到这儿了 也不着急回家 你带我逛了你目不笑吧 我对你上学内的环境特别的好奇 你是对我和你分开的那段时间好奇吧 走 带你去个地方 那个 是行政楼 每次去那儿呢 保安叔叔都会给我躺吃 那个 体育馆 里面超大 还有游泳池呢 这是你们女生宿舍吗 嗯 那你住哪间 那间 但是我跟宿舍的感情不深 家就在学校里 有家不回 没必要 是吗 嗯 我怎么觉得她另有引擎呢 好啊 嗯 不就是多收了几封情书吗 还有呢 还有 就是偶尔有人给我送饭啊 送茶 送礼物 还有呢 嗯 可能还喜欢读我路 哦 可以理解 这种困扰我也提后过 确实偷疼 那你有几个 不多 还好 那你收了没 你看 你弄我 你弄我 啊 各种 我不再联系 你那几个 还没有联系 根本就没联系过 我根本就没有收过 空气